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 从美国政治到经济 再到一些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首先 我们讨论了川普和拜登的经济学 特别是老百姓对经济的实际感受 似乎不管经济数字多好 人民的感受却并不相同 有人甚至提到 川普的出现可能让美国人获得了川普免疫 未来的政治选举可能会变得无趣 接着 我们转向了国际局势 特别是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 还有俄乌战争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以色列的反应相对温和 这让人感到意外 还有关于殖民主义的讨论 指出这些历史背景 如何影响到当今的国际政治 特别是在中印和印巴的冲突中 最后 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和国际市场的动向 特别是人民银行的最新措施 大家对未来的经济环境充满期待 也有人对可能出现的变化感到忧虑 整场对话充满了幽默感和智慧 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 深入探讨了这些重大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谁说系统在补充满完善 Zimon说 穿的亲儿子也不少 更何况还刚认了一个干的 Bio下话现称说 对 老百姓是务实的 美国的经济数字很好 人民实际感受 未必 Zimon说 也可以解释成 美国开始搞不定世界了 列说 喜极而泣 都还嫩得一掐就出水 什叶说 拜登经济时的最大失误 使老百姓感觉很差 川普经济时 现在也保守质疑 但是比哈里斯有吸引力 他基本上是冷战死我 情下 说 拥戴川普的人那么多 在我眼里 他们看中了川普的叛逆 所以也有变成匿名的潜力 喜极而泣 什叶说 以为可以利用俄乌战争 撤入俄罗斯 Zimon说 这次以色列报复之温和 还是很令人意外的 什叶说 老百姓很老实呢 以色列伊拉都走了正确的一步 Zimon说 这要是以前 以色列哪肯就这么了事 什叶说 他不是审判你 他是艺术家 鬼谷看中他 可以做交易 程大厨说 取消所得税 全部用关税代替 用四年做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实验 以后董王不光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还能拿诺贝尔经济奖 如弗洛 情下 说 川普的出现 暴露或是加剧了衰败 未来没有川普的常人总统候选人的选举 都会太无趣了 谁说也未必 人的选择是周期性的 Zimon说 更大的可能是美国人从此获得了川普免疫 利说 最先因祸奥斯卡 比仰望星空流眼泪 强了很多档次 临场发挥能力无与伦比 谁说 柯林顿新闻时 我出海勾鱼 同传的几位老白叔说 那证明柯林顿还有用 这种话是绝对不能上台列的 但是酒吧里的老白叔就是这样说的 肯尼迪一塌糊涂 老百姓还说他有魅力 美国老百姓比较朴实 相比之下欧洲政客可能就完蛋了 我出海勾鱼 老百姓都是颇实善良的顺利 什么动不动就嘴枪反抗政府 那是文化人的欢迎 像滨州很多爱尔兰 德国 意大利人 以你后代就是换个地方讨生活 不想忍试他们很多年轻人 都不敢到曼尔顿玩 情下说 我印象中四年前他刚落选时 感觉真好 背景里 各种媒体 再没有由他而起的刺耳的喧闹 安静多了 结果四年后眼看着又一轮的 抽风即将开始了 脚粪堆棍叙事待发 世界又该一惊一乍了 嚎啕大哭 天思燕说 情节也挺好的 我作为风险厌恶性人格 对变化还是挺期待的 谁说两年的结果也很关键 Zimon说 其实肯尼迪在这方面 跟克林顿也差不多 如果不是更深的话 死得太早太急 留下的就都变成美好了 天思燕说 这两天我也是仰望星空 喝了二两 我觉得人类整体还是有个大框架的 现在的科技条件 颠覆性的变化可能性不大 至少再折腾 也不用回去打猎了 谁说最大的变化 还是人的认知非常错乱 每个人装满了虚假消息 天思燕说 崔健的歌词 不是我不明白 世界变化快 小机灵说 我们一个交平权 资本主义思政客 的教授 女的 上来就说 我来自英殖民地香港 一言以蔽之 就是茶里茶气 情下 说 我老了 你还是能享受过山车的年纪 带冷汗的笑 天思燕说 历史故事害了太多人 实验说 以前了解人心的范围非常小 现在打开社交媒体 基本上是坏人 小机灵 说 先要看看你喝的什么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天思燕说 可怕的是 他们觉得自己是好人 没酒加咖啡 一杯接一杯 实验说 就是 他们眼中也全是坏人 我去找杯啤酒喝 小机灵 说 爱天仙 天仙说 少喝点 别等会点点一激动 再得罪一帮人 小机灵 说 你不赔一个吗 喜极而泣 天仙说 我这边周一一大早 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难能刚上班就喝酒 小机灵 说 罪不道德 就是你 把何老板聊到坑里 你跑了 还假模假样 说 注意身体哦 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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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仙说 你看看 你这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都没法接 最近狐狸都不理你了 你要反省啊 喜极而泣 昨天的一帮朋友喝酒 小平同学 依旧不喝 却大叹生气 情下 说 陈小平肯定有信心 川普赢 喜极而泣 现在多时听 更多时间用来挺时 他没有 长大多了 天仙说 我最近饭句上 经常被cue 让我讲两句 地位提升不少 十一说 有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 就直接说 不用我讲 反正你们也听不懂 天仙说 我发言都是在六度世界里学的 在这里 讲出来没啥特点 在外面讲出去 就显得特别有思考 十一说 欺的众人 你可罢了 天仙说 我要是在场 会说 那您将来好好练练普通话 十一说 他们一张口 我就知道无药可救 后有愚蠢之死 明白了反而痛快 稀奇 说 意识形态害人 十一说 现在政客的基本功能 就是骗人 怎么可能出现 优化政策 大家比的 其实都是骗人 损失了一票 又来生骗子 稀奇 说 政客把经济发展成果 说成意识形态功劳 这个东西真要命 老万 说 我让你写一千字论文 你反而问我要学术文章 结果是 这么多人聊了这么多年 都不知道中美建交时 中国做了妥协 谁说 日本股市出人意料的上涨 日元在裁决党实力后暴力 自2009年以来 自民党和联盟伙伴 肯密策没有达到多数 天天后 日元对美元的损失扩大了 日本股市在早期交易中走高 下午二点举行新闻事出盘补 姨妈说 条文并没有说暂时要出兵援助台湾 杨娃娃说 承认安保条约就是妥协事吧 稀奇 说 其实就算有也不会出兵 老万 说 是啊 要不现在断交 重新谈谈 签建交公报 杨娃娃说 现在也没说啊 有什么问题 川川就说那我就诈北京 再后来就说那就加税凉拜 稀奇 说 大打嘴炮 和国家哪有直接开干的 杨娃娃说 笑到流泪的脸笑到流泪的脸笑到流泪的脸 那是 稀奇 说 爽文罢了 杨娃娃说 咋呼 小机灵 说 什么情况 您这一罐啤酒还没喝完 隔壁有挡完了 老万 说 台湾拉法业军舰回购案是法国人给了中国回扣来卖军火给台湾 稀奇 说 让一些人爽一下 我背后有老美 老万 说 可以想象吗 给大陆回扣来军售台湾 小机灵 说 哎哟 嘖嘖嘖 稀奇 说 您进党也没想独立 做做姿态 骗骗选票 如果美国支持他独立 估计赖政府都不敢接 云马说 实际上 非法移民对美国来说就是二等公民 如果万总很向往二等公民可以尝试走线去美国 如果想去得抓紧时间 大选过后想去美国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稀奇 说 穿穿说都要赶走 想做都难 现在讲师混得不错 从打野倒住双人套奸了 油管十万粉丝 云马说 再说一下殖民主义 像印巴冲突 中印边境冲突等很多冲突都是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 杨娃娃说 万总对伟大祖国有意见不就是批评他爸爸吗 不代表他就想非法移民米利国没准他体制内人 吃锅砸锅哈 怎么敢 屁股上盖着油戳啊 放嘴炮 他就是抓住这个话题有利于拉票 殖民究竟是否造成被殖民地繁荣 也算是一个专业研究课题 政治正确肯定是否定答案 深入探讨或者也有另一面 普通人讨论 我觉得意义不大 泛泛议论 就是政治正确取胜 没啥意思 再说以色列被痛骂 但是你说加杀普通居民 他们是乐意被内塔尼亚湖领导 还是乐意被哈马斯领导 是愿意与以色列人有一样的生活 还是愿意过加杀在哈马斯统治下的生活呢 这是很难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稀奇说 所以当政客啊 殖民里面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 但是民族主义不会容许殖民 玉玛说 肯定愿意被哈马斯领导 因为以色列根本不把加杀人当人看 稀奇说 很多中国人眼里 民主国家贫民窟都是好东西 实际说 川普上台 首先就对华盛顿官僚系统开刀 刚刚维伟特说 我们会有两次大规模吃足 数百万非法移民离开这个国家 数百万非林选官僚离开华盛顿特权 这就是我们拯救我们这个衰弱国家的方法 稀奇说 不知道思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玉玛说 很少有报道表明 加杀人向往以色列 并对哈马斯表示不满 思义说 很多机构可能被撤销 稀奇说 可以吸毒也是民主的体现 思义说 反对 否定殖民主义是国家定义之所在 玉玛说 加杀人民之所以生活得这么困苦 以色列也脱离布勒干系 Simon说 这是好兆头 秦夏说 阻力应该非常大 看看解除工货有多难 他还以为在中国呢 想干啥干啥带冷汗的笑 稀奇说 我一直有个疑问 清政府被推翻 是不是也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问题 石叶说 一旦选举结果 总统的权力可以很大的 西齐说 如果真解除就好玩了 石叶说 隔离者们编造各种说法 西齐说 本质上是不是因为是外族 法理上欠缺 袁世凯称帝 是不是想重新中央集权 各位历史大家能否解惑 石叶说 从施主改为共和 那个时候就是革命中朝 西齐说 当时中国想学君主力限制 叶青说 失败者没有发言权 实际上 当时袁世凯的考虑 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西齐说 现在的历史 把太多东西污名化了 包括现在中国的变化 秦夏说 看他修墙就修得不怎么样 他要做长期来看立国 但是短期会损自己国民 公务员的事情 未必能干成 至少浮动没法 像他想象的那么剧烈 相信他要出台 欺负其他国家的政令 应该能干成 而不会有阻力 叶青说 何必认真 川普说 修墙纯粹是为了选票 实际也证明了 川普当选后 对修墙也是三心二意的 西齐说 日本看来一时半会是走不出 股汇背离的循环了 还好绝大部分负债都是日元结算 叶青说 股汇分离的大背景是外资套利 实际也说 中国央行正在扩大其货币政策工具包 以更好的处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 因为它寻求增加更多杠杆来微调经济 根据周一的一份宣告 中国人民银号将买瑞鱼主要交易上 签订所谓的直跌反向回购协议 期限不超过一年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此举旨在包启银行系统的合理流动 并封铺企业货币政策工具包 回购是货币市场中使用的一种短期借款形式 实际购买证券并同意在特定日期将其出手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这里的证券就包括主权债券 地方政府投资和公司债务 银行一直在给个探索 这可能会使其更像全球同行一样运作 并更有效地影响市场计划成本 而一直在淡化中期贷款机制作为关键利率的作用 同时过渡到使用7天反向回购TAPS 把文本看COPPLC-17作为主要政策杠杆 以传递更清晰的讯号 新业务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 炸弹银行驻向中国宏观站主管Bicky Liu表示 安心工具可能会为银行间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注入 并可能由中国债券发行的预期增加 他说 完全回购有潜在的债券交易所 因此银行有望释放长期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为银行做好准备 以促进政府债券发行的上升 货币市场指标一直闪烁着迹象 表明中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仍然面临一定程度的融资压力 这些机构即将进入年底 现金需求可能会季节性上升 也在等待前置的财政刺激措施 这可能是给俄外的政府计划 很多 稀奇 说 直接一点说 政府继续开打水闸 是这个意思吗 杨娃娃说 加沙每天都有居民等着去以色列干活啊 比他们在加沙赚得多 战争一开始就报道他们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哈马斯怎么对待加沙人 你真是了解太少了 毕竟这里没有以色列人和加沙人 这个话题不会有结果 打住 老万 说 现在中国资产千万以上的都在想着润 资产数百万的都在想着怎么送子女出去 资产不到百万都在想着什么时候攻打台湾 我是第三种 家里没钱 等着开战当俘虏 情下 说 看这个轻度自闭症的天才 在狂热的政治驱动下 本应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摇滚巨星的风采 可惜勉为其难 男气本真 举手投足都好尬 替他汗颜 HTTPS YouTubeBWJ2 KPQPFVOM SI等于Dagger9FXRQUX 3TGM 小机灵 说 那也未必 川大爷上周二的节目 说的都是大白话 效果拉满 他这回真选上了 还在乎那许多干嘛 反正也没可能连任了 干就完了 喜极而弃 Bill下话线 Chan说 富翼老和的观点 再一个 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 正式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 才建立起大批的民族国家 这是他们国家建构的基础 当然在教育国民上 要反对殖民主义列强 主要就是那些个 近来 西藏和新疆的变化十分明显 我上次推荐的随水文存公众号 有大量一手照片和实地探访记录 当代中国政府是两手都抓的 经济上给足政策和福利 政治上坚决防止边疆民族主义抬头 用多元议体 开放包容的国家认同策略来推进这些行动 效果很明显 我也占小狐利一票 反对老万的观点 大家有机会应该去那里看看 我明年就要去一趟喜极而泣 小机灵 说紧张地搓搓手 莫名有点期待 不然六度必全梭哈穿大爷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情下 说对那个节目印象最深的 居然是他略害羞地 反复夸赞那两个飞行员的颜值 真是无可救药的颜值控 让人说什么好呢 美国堂堂大总统 无敌的率真 想啥说啥喜极而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